前总统马英九每年农历年前都会发送他自己写的春联给大家 今天下午到新北市的三重一天宫发春联 发了半个小时有许多人抢着合照 而前两天台北市闻山区有一家面店还拍下一名黑衣黑裤 戴着墨镜口罩的鲜瘦女性走到店里头 突然间拿出卷好的春联送给店家 原来是好久不见的马前总统夫人周美琴 店店老板忙着洗碗突然听到脚步声 游民戴着墨镜黑衣黑裤和口罩抱得紧紧的女子快步走进来 看起来好像不太对劲但下一秒 举起手来拿的不是武器 他将手上的红色纸卷交给老板 短短14秒的监视器画面峰回路转的情节 不过老板似乎第一秒就赶紧把手擦干 因为他认出是自己的邻居周美琴来送春联 放板再看一次 这衣着和动作手里还提着一只购物袋 不说还真能看出是前总统马英九的夫人哭哭扫 这画面是面店老板提供给市议员钟佩君 让钟佩君在脸书写下 没有惊动任何人就完成敦亲慕邻 而野生周美琴快闪发春联 马前总统早已见怪不怪 相对周美琴发给邻居 马前总统按往例到庙宇发放 不少人紧握马英九的手 到新北市三重发春联 还有附近居民就算年年都来 看到偶像还是相当兴奋 而马前总统难得来一趟还要玩有养真打 我们一天宫的主委叫什么名字 不能少的还有马师幽默 雾年前夕先元首除了发春联 也要让民众开心一下 既翻六春为新北长报道